他是在OnlyFans很有知名度的一个 2019的时候拿电脑去修理 那个人修理的时候 他就拿完里面的照片 外流 对 所有的照片 你越来越红咯 这样这次我要100千马币 那他就勒索你了 他勒索我不到三个月过后 我就开我自己的OntinFans的网站 他就没有办法 拿你没者 那你其实很聪明 这是我们的第一集来宾 Pewi 嗨 大家好 我是Pewi 到底是念Pewi 还是念Pewi Pewi 因为我是广东人 所以是Pewi 华语的话是佩儿 会不会觉得很难听 人家叫你都 其实以前也是有人家来叫 Pewi 这样子可能也比较容易叫过 如果你们要顺困 也可以叫佩儿 佩儿 先来为大家科普一下他 他是马来西亚的QL 然后他的Instagram Follows 大概两千利百万的 Follows 你是不是很震惊 想说 蛤 我有听错数字吗 我觉得他的身份很特别 那这一集就会为大家 娓娓道来 你现在是一名全职DJ嘛 对不对 嗯 对 好 那我就要打开我的脚本了 因为你知道吗 怀孕记性不好 我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题目给记下来的 OK 首先先让你跟观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Pewi 我今天是24岁来在马来西亚 然后如果有些人不懂我到底是做什么的话 有些有拍电影啊 综艺也是有啊 上街市有时有 radio也是有 然后也是有做producer DJ这样之类的 好 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几个题目 那有一些比较辛辣 就是我们留的后面问 前面先给你来个简单的 想问你为什么这次会来台湾 是我来过台湾总共有5到6次左右 哦 很多次呢 对 然后5次都是来 游客 游客 我游客 就不需要游客打卡点 你知道吗 9份放天灯这样之类的 哦 那真的很游客 对 然后这次是第一次我来 就是RTJ的成分 啊 来表演 对 那想问一下你最喜欢台湾的什么食物 我觉得有几个是很经典的 就是台湾米酸 哦啊米酸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奶茶是少不了的 珍珠奶茶 It's my favorite 还有第三呢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应该很少会吃 但是我喜欢吃那个猪血汤 猪血汤吗 我不喜欢 就是它如果处理的不好 会有一股腥味猪的味道 那时候我喜欢来台湾吃 因为马来西亚的那个猪血会有一点硬 然后有一点rubber的感觉 啊 就是听说是假的 真的猪血就是要QQ的 软软的 对 所以这里的我很喜欢吃 想问问你现在的感情状态是可以透露的吗 哦 有 你们去我的IG也可以看到 我现在目前为止是有交友男朋友的 我有看到她的男朋友是外国人 我刚才要讲外国屌 她呢是英国人 英国 那她你们怎么会认识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同权朋友 我们之前做工的也不一样 因为她是做电视台的 她是做TV host or sport 她就是拍电影认识的 拍了哪一部电影 就是那个马来鬼电影 哦 马来的鬼电影认识的 对 我们才认识的 那你的人生规划里面有 结婚生小孩吗 有 大家要看我很惊讶 因为我等等要问的问题 会让大家更惊讶 所以我会觉得她是很勇敢的 那就要来问了 她其实有另外一个职业是以前的工作 她是在 OnlyFans 很有知名度的一个 算是 这样子的 对 就是我想要问 你会不会觉得 人家会对你有任何的一样的眼光啊 或是你有曾经受到什么 呃其实 不好的话呀 这样子有啦 因为我经营那个 OnlyFans 大概有两年半左右 嗯 所以可以讲说全部人都在家 嗯 然后大家就会一直看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粉质量也冲到很快 因为那个时候是网络最高的 就是流量 对对对 然后在那两三年里面 很多人才刚刚认识我 我不懂我是谁 也不懂我性格是怎样 也不懂我的故事 所以我就慢慢用了一年的时间 慢慢跟人家讲为什么 我会加入 做这个 对 那为什么会加入 OnlyFans 2019的时候拿电脑去修理 那个人修理的时候 他就拿完里面的照片 哦 外流 啊对 所有的照片 因为那时候我是很早就进行做网红 这样之类的啊 做影片啊 那时候我是做街坊的host 那时候就18、19岁 所以我就拿电脑去修理的时候 应该是20岁左右 那时候我IGFollow都有大概六七百千的 六七百千是几万的 六七十万左右 六七十万 那时候我形象就是 短裤短裙跟背心这样子哦 就是阳光啊 对 比较正面一点 哎 然后他们拿那些照片去外流的时候 他们卖那系列的照片 卖大概250块马币左右吧 看你吃要两千多 但是你没有拿到任何的钱 然后是他的 就是那个hacker拿的 有一些太 有有有当然也是 有啊 因为那时候我是坐摩托的时候 我也要无时无刻去看下我身材 那什么办 其实我不清楚台湾的定价是怎样的 但是 那个时候我是觉得被侮辱 原因是因为 在台湾如果你去 陪陪 哦 陪人家喝酒那些的 直接是讲是赔税啦 可以讲是赔税的那种 大概是250块马币 陪人家睡觉一次250块马币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觉得被侮辱啦 就是 如果你要把我的价格 哦定在这么的低 哦因为你的照片是比较 比较那个的 对 不是一般的那种照片 所以我就决定了好 这样都不是这样我就自己 就既然都已经这样了 试以致试 因为我是有给到钱的 我是给了大概50千马币左右 你给他钱买回来 他那个照片 对 但是这种东西 他们肯定是留底的啦 然后当然在半年内 他联络我多一次 他是讲 你越来越红了 这样这次我要100千马币 但他就勒索你了 第一次他根本没有把你的底给删掉 然后你就被他骗了 你已经给他了一笔钱 其实那个时候一年里面 我是很恐惧 因为这些照片的确是在人家手上 你不懂他几时会再跟你拿钱的 对 所以你后来就决定 那我自己来做OnlyFans 因为我现在拍的东西 比那照片还要好看 灯光啊 或是我有化妆啊 什么身材什么 都是我已经有 有办法控制它的 你做OnlyFans 他知道 然后他都没有在勒索你了 没有了 因为他勒索我不到三个月过后 我就开我自己的OnlyFans网站 他就没有办法 然后你没者 然后你其实很聪明 因为台湾也有很多这种外流事件 然后就会有人在下方留言 那你都已经外流了 你为什么不干脆 直接开OnlyFans 或是什么 他们就会这样子说 所以你是完完全做到这件事 我觉得很勇敢 因为我很少访问这样子的女孩子 因为台湾有很多 但是我们通常都是 我们团队的男生来做这件事 所以我第一次访问 我会觉得 就有颠覆我对这件事情的想象的 那想再问当初你的家人朋友 有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有什么看法吗 那个时候我是没有想要跟家人讲 一定的 他们一定会担心啊 说你怎么会拍这种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前面的一年 他们是对我有点不是很理解 可以讲出没有什么讲话 但是后面后面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跟人家讲我的故事 因为的确是 只有好有坏吧 这件事情在疫情中让我倒红 但是也是很少人懂 我真正的故事为什么我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用了大概一年半时间 慢慢跟人家讲为什么这样子 然后他们才懂 其实这个事件也是因为 我上了Penthouse那个杂志 是亚洲第一名台纸上的 一个美国杂志 然后我在报纸讲我的故事出来 然后很多人才看到那个报纸才懂 后来你的家人知道这件事 现在是可以理解的吗 因为我爸爸妈他们的人是比较 传统 然后他不会讲太多 他们就讲 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都上到去国际版的杂志方面的 就看下你几时要退了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时间的 就是不是说你一直一直做这个工作 对 那想问一下Pewi 那你男朋友你发生的这些事情 他都知道吗 因为你说你是去年认识他 那代表你去年的时候 还在做OnlyFans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2021的12月 那时候我还在经营OnlyFans 然后他是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男友 经历过我在经营中的那个故事 跟转型后 跟现在在转型中 所以他完全都能理解 完全都能理解 然后他当然他很开心 我终于就是不做了 当然一定很开心的 谁会希望自己的女孩子做这件事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 我觉得天哪 那你男朋友很开明 而且他很包容你 他也是有替我觉得就是 就是心痛 所以他就有什么机会啊 什么都会叫我去 然后多做一点其他的事情 对 你透过OnlyFans 累积那么多的粉丝 然后结果在去年的大约 8月9月的时候 突然说他不做了 而且这个时候是他最有名最红 而且是OnlyFans 就是人气最高的时候 我就想说 为什么你会选择在这样的时间 说你不要做了 其实当我开那OnlyFans的想法的时候 我只是想要对抗当时勒索我的写照片的那个hacker 所以我并没有想要做长期 所以我觉得时间都差不多够了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一直停留在2019不开心的一个时候 所以其实你做OnlyFans是不开心的对吗 不是 是不开心的 第一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算是被逼 第二你拍这些事情的时候当然是很有美感 只是你又不是一个男孩子 像我们在一个studio里面 是租了可能一个很大间的一间家 然后里面有模特儿有10多个 可能89个 全部都是裸体的 我们全部都是裸的 然后就可能会玩一些玩具这样之类的 如果我是个男孩子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吧 but我是个女生 所以我是觉得很就是不懂为什么 然后那些模特儿在那边拍摄的时候 每个人的故事也不是很美好的啦 其实 但是你其实才24岁 你可以想到去对抗这件事情 然后开公司 然后做OnlyFans 到我直接规划好好几年要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发了一个影片说我不做OnlyFans了 下一步就是直接做DJ 所以你DJ学了多久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2019的3月 应该出道做DJ 那个时候还没有OnlyFans 那个时候我电脑也还没有人去修理 那个时候疫情就两年关 所以我就觉得OK 这样这个计划就是暂时性帮在旁边 然后就是去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拍电影啊 然后就慢慢做Brand啊 做Tales 然后OnlyFans啊 2022 我觉得OK 事情都隔了三年 是时候去下一站 9月还是8月 7月这样子开始重学回 你以前就学过了 有有 我是有学过了的 想问你的心理状态呢 我觉得这整个路程都有 包括恐惧这两个字的 因为你每个晚上睡觉 你突然间会被驾醒 你会看Facebook 每个小时就会去看 去找你的名字 我觉得那个时候活到有点不像人 就是颠颠底这样 我讲要转型的 OK我要推出来了 我要做我自己想要做东西 拿来我自由 那段时间我也是会恐惧 因为我对我的员工有责任感 我对我的公司有责任感 那个时候我是很怕 所以是有恐惧这两个字在 那你当DJ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当然会有啊 它不只是经济来源 换了它也是形象可不可以转 前面的三个月是最痛苦的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 哦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很美的花瓶 其实它真的是不会搭黑 太闷了不想做我一天想要转兵 因为我当初刚出来的时候也有被说 因为以前没有钱也不红 所以没有人要教我 那个时候就有遇到一个DJ 然后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教我 我也可以付你钱啊 他说我不要 因为我教了你 你又不红 我干嘛教你 而且那时候我也长得有点肉肉的 没有现在那么的瘦啊 也不会打扮自己 然后我就很很受伤 所以我过了两三年 就红了之后 然后有经营KOL之后 我就说那好 那我现在要去学DJ了 现在看谁不教我 哪一个老师不教我 因为那真的就是一个梦想 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件事情 然后刚学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 他一定学一下子就不学了 然后就像学学学学了一年多 他就终于又上了一个舞台 然后第一次上舞台 人家又说啊他就打得不好啊 乱打一通 可能是假的 然后两三次上台的时候都会很想哭 会不会有我那时候也就会有 就会觉得好压了 就好像你要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的人看 很累也很心累 然后我想穿的性感一点 人家又会说啊你看他就是用奶在放歌啊 我前面三个月打歌全部老板就讲 你以为我请他来我会看到他有点凶 对我有看到他是穿外套在打歌的 他很酷 而且他穿了一个是羽绒外套 然后用了大概半年时间 他真的是怎么在打 OK我就 就可以穿这一场穿的衣 我现在的poster比较好看一点 比较性感一点 大家可以去看 他的那个衣服的一件比一件厉害 然后类类也很好看 就是最后想问说 那你有遇过酸民讲过 最让你受伤很痛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怎样都会听到很多很不开心的东西 就比如说可能 摄影师就讲 你还没有绑压的鸭子抱压 然后你又很肥 你又很矮 然后长相也不怎么样 这样无关你很丑 也是有听过这些东西 然后他批评的太多了吧 到底有多过分啊 你到底长多帅 要这样骂一个女孩子 全部都骂一轮 我觉得一轮我都有动到我的点 就是到现在我的点 应该是麻木了 所以你现在已经 已经变成无敌铁金刚了 就是任何一句话 都没有办法伤到我的心 因为我的过程整个都很疲累 因为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 都要用很多很多的努力 去证明给别人看 就是我一开始是 讲话很大胆啊 很喜欢穿一些很性感的衣服啊 然后都会跟大家聊一些 跟性有关的东西啊 还是怎么样 她们很爱听 但她们又会没办法接受 但到最后就会想要转型 也很辛苦 所以我会觉得 有办法感同身受 所以觉得Pewi是一个很辛苦的女孩子 那她现在已经转职 成为一个真正的DJ了哟 而且她现在也有在经营她的YouTube频道 所以如果你看完这支影片 对这个女孩子有兴趣 或是你本身就已经是她的粉丝 甚至你可能也许也看过她的影片的话 那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人 期待她未来的DJ发展 耶 所以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哈喽 然后希望我可以多点来台湾 然后多点来见你们 拜拜 拜拜